另外知名的观光景点台东的多梁车站 被誉为全台湾最美的车站 但是最近车站后方 摊贩区成了这副模样 被拉起封锁线 而且环境脏乱 屋顶破旧不堪 让游客看了直说 最美车站变丑了 对此相公所回应说 从11月中旬开始整修一个月 这段期间只是阵痛期 完工之后就会焕然一行 火车通枪水过车站 游客架好相机摆好姿势 捕捉全台最美车站的无地海景 来到台东多梁车站 俯瞰海天一向的开阔景致 让游客眼睛一亮 不过往摊贩区一看 确实落叶横深 垃圾桶全满 屋顶残破不堪 还拉起了封锁线 跟眼前的美景形成强烈对比 对啊 这样快速是很漂亮的 可是因为这边在维修 可能就比较可惜 比较快乐 对 只是 反正被拆掉了 虽然游客对多梁车站的景色 几乎是赞不绝口 但热闹的摊贩区 却因为建筑老旧 动性混乱成了经典毒瘤 因此乡公所决定耗资30万 从11月15号开始 征修一个月 只是这段期间 车站环境杂乱 让不少游客觉得 台湾最美的多梁车站 失去了光彩 也就是摊贩区这个部分 下一次禁止游客的节目 就是台北京丁版的地方 开放游客区 去没办法看什么 乡公所表示 这一个月只是真痛期 完工后车站就会焕然一新 同时也会要求包商 施工期间做好环境管理 减少游客负贫 解链想谈多不倒